乘客沿着铁轨徒步离开 还不时回头看着 正冒出浓烟以及火光的火车头 一列从捷克布拉格出发 准备前往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国际特快列车 周四下午5点左右 经过斯洛伐克布拉蒂斯拉瓦时 突然与一辆巴士相撞 事故地点是一处有栅栏有灯号的平交道 巴士直接被撞成两半 列车上当时载有大约200名乘客 幸好列车长返运迅速 没有让列车因此出轨 但还是造成至少7人死亡 5人受伤 巴士为何会闯入铁轨 原因还要等待调查 在美国芝加哥郊区 也发生货运火车出轨意外 由于车厢内还有残留的危险物质 为了安全起见 当局下令1.6公里范围内的居民 必须撤离 幸好没有发生火灾或任何人员伤亡 最后再经过检查 也解除了疏散令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